你带不灭偷我血量 我很乐意 但是你带 先攻偷我钱 我就很不喜欢了 哎可恶啊 上个就被白打一套 不过嘛 不用着急 毕竟先攻杰斯 他总会露出破绽来的 我们只需要 等着就好 哦看到没有 先攻好 我们就准备上来偷钱 我们就趁着这个时间 然后进草规避一下伤害 身位到距离了 把机跑开起来吧 这家伙今天选择W 想把偷钱最大化收益 但是你没有想过 你可能会死 打完闪之后 放线了 我们多他一个闪的话 一会儿就完蛋 现在是不太清楚 打野的位置的 就算有血距 我们也不能往上冲 哎别A了别A了 差不多得了 还可这硬偷是吧 刚才这个打野 果然在上路啊 现在到中路去啊 那么现在 该我还手了吧 你刚才A的倒是挺爽的 先A两条小兵回血 然后再Q上去 这个方向锤得好啊 我就可以利用血距 再次加速了 但是我被小兵卡位了 没办法 只能交个伞了 三连机 拿下300块 我还没有回国家呢 这些小兵的经验 倒是都没怎么漏啊 所以我们这一波 可以有一个卡6级的机会 还在点我塔 看不到我6级了吗 嗯 大若姐说后 直接口上去 然后跟着他的这个位置 走就好了 那你这样锤开的话 不是无路可跑了 等下一个口 直接一口把它给 投死 又到手274块 喜欢偷钱 偷的有我多吗 啊 现在是个机会 许记加速 给的移速很满啊 而且他是锤形态 不能第一时间打断我们 直接Q到前面去 身体尽量贴墙 再让他一锤的话 不会锤到太远 但是这家伙 也很懂啊 现在调整了一个 比较好的位置 把我给锤开了 呵呵 这个杰斯要死了 我们这个圈的范围啊 只有我们自己能看见 他是不知道的 如果按一般所想的话 距离应该会很近 但是现在有一个 残血的移速加成 你只能说 队友害了你自己 死喽 死不死啊 开意 西部秀上去 把他恐惧回去 哎 这样把我锤了吗 哎 还有这样逃跑的手段的 那你挺厉害的 这不算你赢好吧 但是 你现在要怎么跑呢 我还是可以利用这个血迹 接着靠近你的 哎呀 你看 赵姓又不在呀 那我只能一个AQ 把你拿下了 然后开意出塔 刚才越塔的时候 我们在那个石头人那里 插了一个眼 现在看到赵姓在这里 所以 我们这一波 要稍微做一下勾引 赵姓 绝对就在哪里蹲着 我们的破坏王也是很懂啊 打完蛤蟆 直接往上路赶 哎 等打野到位的时候 就可以上去了 先进草不给视野 然后 利用移速Q小兵拉进 其他技能就先不要放了 留一留啊 这样他们就不会 激活我了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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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